来我们来看这道题 首先我们先来明确一下几个概念 第一个概念 联通分量 联通分量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极大联通子图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图本身就是一个联通图的话 那么你自己本身就是你的联通分量 而如果说你这个图是一个非联通图的话 你分为一块一块一块之间 它们之间内部是互相联通的 那么这三个各自自己是这个图的一个联通分量 所以说这个概念主要是为了非联通图来构造的 将一个非联通图划分为一个一个的联通图 也就是联通分量 我们来看极小联通子图的一个概念 它的一个概念就是保证你是一个联通图的基础上 同时把你的边数撤到最少 也就是你的边都是必须得要的边 而没有多余的边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生成数的一个概念 生成数的概念是建立在上面的极小联通子图的基础上的 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你保证了包含有图的全部顶点的话 注意是顶点 而我们上面说的是最少边数 它们之间是这么样一个区别 好 然后我们来看这道题 首先来看这个概念 极小联通子图 我们来找极小联通子图 题目中给的是一个生成数 对吧 而你生成数是不是建立在了极小联通子图的基础呀 所以你的这片是不是一定是极小联通子图呀 这也是我们刚才的一个基础的含义 对吧 而保证含有全部顶点 是不是就是这里的 微表等于微啊 就是它的顶点极是相同的 好 第三个完全正确 是符合我们的一个定义的 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选项 第二个选项说它是一个无环子图 首先子图这个概念肯定是没问题的 因为我们这里所有概念都是建立在他们是这个图的一个子图的基础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无环呢 在生成数的概念中 它是不是建立在极小联通子图的基础上 而极小联通子图 它是不是保证了有的最少的变数呀 如何才能保证有的最少变数 是不是最少变数是不是一定无环呀 或者你反过来想 如果你有环的话 你在这个环中任意撤去一段边 你是不是仍然是联通的 就说明了你带环的一定不是最少变数 所以说你一定是无环的 那么这个第二个也就是正确的了 然后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选项 说这一匹是J的联通风量 我们来看这里刚才我们给的概念 联通风量是不是极大联通子图呀 而你的生成数是不是极小联通子图呀 极大极小两个极端的概念之间的区别 我就不说了 这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不对的 最后要注意一下题目问的是不正确 所以选的是一个D选项 好这道题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